记者吴正廷金门报道,金门县政府今天表示,1月有游客在金门发现一只受伤的雄性蝙蝠,经台湾蝙蝠学会鉴定,确认是大足鼠耳蝠,这是台湾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纪录种蝙蝠,也使得蝙蝠在台湾的种类达到37种。 县福转述台湾蝙蝠学会秘书长周振翰说法指出,新纪录种除了表示生物多样性的增加外,也显示金门地区与邻近区域物种移动与交流的现象,对于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相对有注意。 县福指出,1月25日有游客在金门县处试所时或一只无法飞行的蝙蝠,经金门县野生动物救援,即保育协会受医减伤,该雄性蝙蝠严重脱水,身上有多处不明创伤,虽经抢救人子亡。 金门洞宝协会发现该只蝙蝠并非金门常见,将尸体计较台湾蝙蝠学会鉴定,与采自香港雄性个体标本比对结果相符,确认是大族鼠尔幅,这是台湾地区首次发现的记录种。 县福转述台湾蝙蝠学会秘书长周震汉的说法表示,大族鼠尔幅主要食物为昆虫脚步特别大,后脚掌跟脚径比例为1比1,会利用大脚来抓鱼吃,是具有捕食鱼能力的物种。 目前的分布地点包括中国、香港及越南等区域。 县福农林科长庄立伟说,台湾地区包括该蝙蝠在内的新记录中已达37种,金门地区有东、亚加福、荣山福、高头福、东亚浙赤福、大高头福或称大黄福、短吻式果福或称印度全果福及大族鼠尔福等7种。 台湾本岛经有前四种,县福指出传统上蝙蝠的福与福通英、金门许多闽南建筑常能发现它的彩绘或图腾标志。